如何緩解緊張或負面的情緒呢? 一共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叫做疏洩法 即將屈於心裏的情緒宣洩出來 例如通過哭一場或大叫去抒發我們的情緒 又或是可以跟身邊的親友 去傾訴自己心裏屈住的地方 宣洩一些不良情緒,互相支持鼓勵 而第二點就是轉移法 即將我們從困擾的環境中抽離 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例如運動、行山、畫畫、聽音樂、跳舞 甚至短期的旅遊等等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身心舒暢、精神愉快 而第三點就是節制法 即是主要來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理性地去節制情感 防止七情過極,達到心理的平衡 例如當我們處理一件事 想到自己快要生氣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就要息怒 以及要知道人生是多變的 應該要降低自己的得失心 性不嬌擺不擂 保持一個穩定的心理狀態 今天都有一些食療 是介紹可以疏乾解鬱的功效 就是玫瑰花茶 大家都聽過 可以將乾的玫瑰花放五至六粒 加水焗伏 有疏乾解鬱的功效 另外亦有相應的穴位按摩 可以改善不良情緒 例如第一個 痰中穴 痰中穴 痰中穴位於前面的正中線 兩個穴頭連線的中間位置 可以有歡空利氣的作用 而第二個就是內關穴 內關穴位於手腕橫紋 中間對上兩吋的地方 大概三個手指位 有靈心安神 歡空穴位的功效 第三點就是太充穴 太充穴位於腳背 第一和第二腳趾之間的粒陷的地方 有疏乾理氣的功效 這些穴位都可以按兩至三分鐘 這些資料都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情緒持續出現有困擾 都建議大家要及早求醫